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得这样快 这样自然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张欣宇和老公和杰的美人是谁 小编今天也有了要报 他们的爱情要感谢他 爱勒维斯 爱勒维斯之前张欣宇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叫神犬骑兵 在这个节目中要和军犬培养感情 然后一起完成任务 在这个节目中 有一个教官就是和杰 这个让小编不禁想到自己读书时候也有过军训 好像当时的女同学们也好迷教官 爱 做教官就是有福利 在节目中是真人秀吗 比较真实 所以遇到了各种困难 张欣宇也吃尽了各种苦 尤其要克服恐惧 与军犬相处 还要把她训练好确实很不容易 一起吃苦的幸福感情从经历开始 一起训练 一起跑步 互相加油鼓劲 仔细的查看伤劲 张欣宇 哪里吃过这样的苦 这样的强度必然会受伤的 受伤的时候最柔弱 心力也最脆弱 但是有教官和杰在身边始终陪伴 但是和杰也还是会很严厉 该完成的任务 一个也不能落下 和爱犬一起训练 爱勒威斯 化身为狗的爱神丘比特 他们的爱情纽带 三个人就是一家人 一起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训练就有受伤 有一次被爱勒威斯不小心咬到 所以必须要打狂犬疫苗 和吉培张欣宇一起打疫苗 小编有点担心 真不知道当时打的这个疫苗是真是假 女生在训练中 长头发是很不方便的 为了能更好的训练 张欣宇决定剪掉头发 找和杰姐剪刀 这个男男女女之间借东西就是最好的情势 和杰不傻 谁来帮忙呢 这样的美餐 自然还是我来亲自帮你吧 你自己怎么行 一来二二生情愫 两人又是这男靓女 火花蹭蹭的梦 在节目后期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那放点的目光 在节目后期的剪辑中 我们看到采访两个人谈话 这些谈话 好像就说明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我们要留心的开始了 如今前面领证 小编还是忠心束缚张欣宇 找一个圈来人 还是一个军人真的挺好的 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